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随着父母是一直在西林社 经常在那里玩 就像我们的山盟海老先生 朱乐山先生 王格宜先生 陆岩绍先生等等 叔叔也会经常去跟这批老先生 就喜欢站在那边上看 叔叔那个时候就说我们听的 看的 能够说上几句话的 那个时候他们也会说 小孩子什么什么 你们以后讲来怎么办 对不对 靠声吧 西林社它是一个研究应许 保存今世的这么一个天下第一的名社吧 距今的话快120年了吧 西林印尼的创始人的话呢 王范先生啊 丁夫子先生啊 叶维明先生啊 等三位就是说三个创始人一起合作 共同研制出来的这一块的印尼 那么它的这个制法首先就是以工法为主 那么工法当中的就是 那么就是选材料 中煞的选材的话 那么它是全透明的流放晶体的 这个才是顶级的 艾草是用在印尼当中的一种骨架 我们也可以说是它是一种胎骨 然后我们使用的都是单磅的 那么往往都是通过手工手搓的形式 去的是它里面的筋的纤维 被没有选择的话 那班我们都是三到五年 那就是配方配比 我们再研磨还要研磨 经过打泥 要让印尼有一定的韧性的时候 那么它形成跟我们就是加进去的融来匹配 所以说融的好坏 就是我们平时前因的效果 融于好就不容易脸毛 我们强调的印尼必须要有历久不变的那种色泽 东不宁公 下不顺庸 比如说我们火烧 水泡 这些都不会变 这是一个我们心里印尼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从我的从意的话 我基本上是40年了 肯定有不想干的时候 从我的个人的感情来讲的话 那就是从小伴随着这批先生 跟所看到的这个环境 就是引导的我的这种心灵 内心心灵的一种东西 所需求的这方面的东西 我如果说不做的话 那就没人做了 现在说的好听一点就是 我们就是不忘初心吧 那么我们成不了一个大将 那么我们成一个工匠也行 而且那个时候 沙拉经常会也就是 小范围的会议上当中我会讲一下 对外来讲 就是说都是雕虫小鸡 其实真正它的雕虫小鸡的含义 博打精神